他们两个今天在对打上呢 其实就真的是小戴的稳定性 在今天的发挥是比较好的 那在陈宇飞的这个部分呢 他还是保有他以往的打球的作风 就是拉掉然后再突击 但他今天在突击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小戴 他都把一些突击球守下来 然后自己很快的转为主动 然后再去做强王的这些动作 都是他今天可以制胜的原因 今天确实是在发挥上呢 自己的稳定性是还不错的 那也有看到就是他的一些调动呢 都有让陈宇飞在进攻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失误 那还有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很幸运的点 就是他今天的跳网跟爬网的球 其实蛮多的 所以其实今天整体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那有没有说 因为他上今天是跟那个 那个中国那个奥运军把那个陈宇飞 他打败了他吗 因为他去年之前 冬奥的时候输给他 他有没有想象说 今天就是 陈宇飞之后的想法呢 我们还没有这么的及时还没跟上 所以其实也不知道他自己本身有什么想法啦 但是看到他在那个画面上呢 相信他一定也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至少说是在今天的发挥上呢 整体来讲 实力都把他打出来 小代赛前 带爸爸没有跟他建议的 那他就是昨天要比赛前 他有没有想象 他跟老大 你是说带爸爸有没有紧张吗 带爸爸会有跟小代都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小代目前他比赛呢 他还蛮平常性的 所以他应该是不会紧张的 因为我觉得你在场下 你只想要专注每一颗球 你不会去想说我要赢 但是你就会专注在那颗球上面 那我爸爸当然不用讲 我爸爸是情绪是蛮容易紧张 但他也同时他赢了非常开心这样 他们两个今天在对打上呢 其实就真的是小代的稳定性 在今天的发挥是比较好的 那在陈宇飞的这个部分呢 他还是保有他以往的打球的作风 就是拉掉然后再突击 但他今天在突击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小代 他都把一些突击球手下来 然后自己很快的转为主动 然后再去做墙网的这些动作 都是他今天可以制胜的原因 那有没有兴趣呢 就跟他打起来 诶 不 我就不准了 我一定打满分了 对 对 是的 你拿回来的时候 想要怎么把他庆祝呢 我们其实不会特别庆祝啦 但是一定会 就是吃饭一起吃饭啊 对 不过三十亿 94要克宿 2020海美四四大选 蟬年发烧影片第一名 人生惊叹号 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这里 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国内外大小事 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及时新闻不漏接